新冠疫情在全国范围内蔓延,全美每日确诊人数甚至突破8万。 马萨诸塞大学生物系教授艾琳·布罗米奇表示, 十分忧心感恩节各个家庭聚集在一起,会引发新一轮感染。 艾琳表示,已经感染的无症状人群将十分危险。 前FDA专员斯科特·戈特利布博士也表示, 感恩节可能会成为一个拐点,12月可能会成为最艰难的一个月。 原因是,新冠病毒在各州加速传播,许多州正面临指数级增长。 那么如何减少假期感染风险? 艾琳教授表示,如果民众想要互动,必须确保这种行为被感染的风险很低。 至于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,包括谁需要旅行,从哪里来, 能否在室外或打开窗户聚集, 以及来自不同家庭的人是否可以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。 值得一提的是,如果发现有任何亲人可能有传播的高风险, 艾琳教授建议,最好就是直接取消感恩节活动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,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, 订阅阅, 转发 lab你更大, 感谢观看